宇宙深处上演过的最强大场景是什么 天文学家们真的被惊呆了 这毫不夸张 詹姆斯维伯望远镜 发现了一个距离地球七千万光年的黑洞 其产生的尘埃和气体冲击波 正在颠覆我们以往对活跃星系和能量来源的理论 但究竟宇宙深处曾发生过哪些惊人的景象 为什么这些现象与我们现有的理论相矛盾 而这个质量怪兽为何又可能帮助我们 解开现代太空研究中最大的一些谜团 黑洞被认为是宇宙中的贪吃鬼 巨大的毁灭机器 会吞噬一切挡在它们面前的东西 但这只是黑洞真相的一部分 然而 无可否认的是 这些引力怪兽拥有不可逆转的吞噬能力 能够将一切进入它们路径的东西永远吞下 这都是因为它们的极度紧密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紧密到底是什么样子 不妨来看看这个例子 一个假设与太阳质量相同的黑洞直径只有2.9公里 而一个地球质量的黑洞直径甚至不到一厘米 由于这种不可比拟的强大引力 任何一旦越过黑洞的世界世界的物质 都再也无法从内部返回外部 无论是辐射 信息 还是物质 全部无法逃脱 但在这个宇宙死亡区之外 有一个关键点 这些怪异的天体 其实像普通的巨大物体一样 其他天体可以稳定地环绕它们运行 虽然超大质量黑洞的质量可能是太阳的百万倍 甚至数十亿倍 但它们依然给天文学家带来无数谜题 人们相信 这些黑洞在星系的演化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但这还不是全部 天文学家现在认为 几乎每个星系的中心都坐镇着一个这样的超大质量黑洞 我们的银河系也不例外 我们中央的黑洞叫做人马作为星号 它的质量相当于四百万个太阳 这个目前占据天文学家头条的非凡黑洞 隐藏在一个名叫S428G14的星系中 它再次向我们展示了 我们还有多少宇宙奥秘尚未揭开 黑洞如何未保自己 关于活跃星系和如何释放能量到周围空间 学术界一直争文不休 我们从没想到射电喷流竟会带来如此大的破坏 但他们确实做到了 这意外发现的总结来自于 纽卡斯尔大学的天文学家 大卫罗萨里奥 他是星系活动 金牛座和外流调查 简称Gato项目的一员 这个科研团队利用微博望远镜 研究附近星系的核心 最近发现了一个突破性的现象 正如前面提到的 S428G14星系位于距地球约7000万光年处 核心中有一个活跃的超大质量黑洞 它贪婪地吞噬周围的物质 并在整个电磁波谱上发出强烈的光辉 在这样的背景下 这个巨兽可以像是在享用一顿 其他黑洞只能梦想的星系大餐 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黑洞人马作为星号 事实上 我们的黑洞周围几乎没有物质 这相当于一个人每几百万年才吃一厘米 由于这种宇宙强迫性结识 人马作为星号被认为是一个安静的黑洞 但它周围却有不少吵闹的邻居 比如说位于距地球约五千五百万光年的 超大质量黑洞M87信号 这个黑洞的质量是人马作为星号的65亿倍 而且它周围还围绕着大量的气体和尘埃 这些物质不断供应给这个结构 然而这些物质并不能直接落入M87信号 而是形成了一个盘旋的扁平的气体和尘埃云 也就是所谓的吸机盘 逐渐将物质喂给里面的黑洞 不过像M87信号这样的超大质量黑洞 并不只是被动等待进食 相反 由于巨大的引力 它们在吸机盘内产生了极端的潮汐力 进而将吸机盘加热到约一千万摄氏度 这样的高温让吸机盘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也是活跃星系核的光学器官之一 黑洞的冲击让天文学家重新思考 无论黑洞多么贪婪 周围的物质并不会全都被吞进去 黑洞周围的强大磁场将吸机盘中的部分物质 推向黑洞的两极 并加速带电粒子到接近光速 这些物质从黑洞的两极喷射而出 形成了平行的喷流 并伴随着整个电磁波谱中的辐射 特别是射电波 由于这些因素 活跃星系核的亮度 有时甚至会超过它所属星系中 所有恒星的总亮部 但尽管它们如此明亮 这些星系核心 在过去常常对我们的望远镜来说 是隐形的 因为包裹活跃星系核的尘埃 吸收了可见光和其他波长的电磁辐射 幸运的是 红外光可以穿透这些尘埃 而微薄望远镜恰好专为红外天文学设计 因此 这台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 成为了打开活跃星系核隐秘中心的完美钥匙 当高头团队用这把钥匙打开 S428G14星系的大门时 他们发现了靠近超大质量黑洞的尘埃 沿着黑洞的喷流扩散开来 同时研究人员也发现了一个意外的关联 这表明黑洞喷出的能量喷流 可能不仅加热了这些尘埃 还改变了它们的形状 换句话说 专家们发现 这些尘埃云的加热 可能实际上是来自于气体喷流的碰撞 而不是来自黑洞本身 这与先前的理论不同 这一冲击结构的发现 令科学家们大吃一惊 但它展示了黑洞的射电喷流 对其周围环境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 总的来说 这场尘埃冲击 可能还蕴藏着更大的知识潜力 通过研究超大质量黑洞周围的尘埃 专家们可以了解 星系如何回收其物质 并进一步搞清楚 这些引力怪兽 如何影响星系的发展 银河系中心的黑洞 不会单独存在 从S428G14星系 回到我们的银河系中心 早在1974年2月 天文学家首次发现了 位于银河系中央的 黑洞人马座类星号 但当时 天文学家Bruce Bellick 和Robert Hanberry Brown 其实并不知道 自己在这片广袤的太空中 发现了什么 当时 他们只找到了一个 位于人马座星座中的 无名射电源 直到1990年代 经过几年的观察 才逐渐揭示出 这个射电源 其实是个黑洞 然而 最新的数据显示 我们可能即将迎来 另一个重大的宇宙发现 人马座 星号可能并不孤单 它旁边可能还有一个 极其稀有的中等质量黑洞 要想理解这样的巨兽 是怎么被发现的 我们首先得记住 黑洞本身是看不见的 我们只能通过 围绕它的气体 和它对附近 恒星的影响来探测它 黑洞强大的引力 会让明亮的天体 以极快的速度运行 并扭曲它们的光线 按理说 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 新的恒星应该无法形成 因为所需的气体云 会瞬间被撕裂 不过 事实往往比我们想得更复杂 天文学家发现 在人马座 星号的附近 居然不止一颗 而是有好几颗原恒星 它们包裹在尘埃简中 安静地存在着 这些恒星婴儿距离黑洞 只有0.1到0.3光年远 那它们是怎么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 存活下来的呢 科隆大学的天文学家 Florian Pascher 带领的团队 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它们分析了恒星团 IOS-13的运动数据 这个恒星团中 也有这些不可能存在的原恒星 最终 IOS-13作为距离 人马作为星号最近 最密集的结构 给科学家们 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它们研究了约50颗恒星的轨道 结果发现了一个 让研究人员感到困惑的新结构 科学家们发现 这个嵌在深处的团块内 有一个盘撞系统 并且恒星们的轨道井然有序 这样的现象 单靠人马作为星号的引力 是无法解释的 此外 它们还发现 IOS-13比之前预想的要大得多 那么 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个恒星团保持稳定 并影响它们的运行呢 为了找出答案 天文学家们使用了 阿塔卡玛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 奥马 观测站和NASA的前德拉X 涉嫌望远镜的数据 结果 研究数据显示 在IOS-13中 有一个区域的电力气体 正以高速围绕着一个看不现的中心旋转 根据帕斯克尔的说法 这表明 在这个恒星团中 隐藏着一个 拥有三万倍太阳质量的中等质量黑洞 这类黑洞 目前研究的非常少 并且被认为是超大质量黑洞的前身 在IOS-13的情况下 这个理论认为 中等质量黑洞的引力 将恒星团牢牢绑在一起 并同时 与人马作为星号的巨大引力 形成了稳定的对抗力量 如果人马作为星号 真的有这样一个黑洞兄弟存在 那么 这将是天文学的一个重大突破 原因有两点 首先 中等质量黑洞非常罕见 迄今未知已知的候选者 须之可数 其此 这类黑洞被认为是介于 恒星黑洞和星级中心 超大质量黑洞之间的过渡形态 超大质量黑洞 可能正是由这些中等质量黑洞合并而成的 换句话说 IRS-13很可能是人马作为星号成长的关键线索 专家们已经计划在未来的观测中 对这一令人兴奋的假设进行验证 谢谢您的观看 请继续关注并观看 有关新科技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